这就是燕荡山的大龙丘景区 它是个岔路啊 那边是去林峰和林岩的 好了 先来大龙丘看一看 它这个停车场啊 现在是免费的 不知道以后免不免费 看着也没有收费的这个标志 这就是景区的大门 进来以后就看到这个剪刀锋了 它这个剪刀锋是一步幻景 从这个角度看就像一把剪刀 也有人说像鳄鱼 往前走一走 它就变了 这时候呢 它又像个啄木鸟了 你看了吗 真的像 对面的这块岩石也挺有意思 像个人脸 就是两个眼睛 它真是啊 它这个景 换一个就是一个姿势 就像个熊了 看看 从后面看 像个围细杆 这么看 像一帆风顺 再往里边走 走不多远 就到头了 这个景区看来就是一个石头 一个水啊 看看大风球 可怜呢 我走不走啊 主要是没有水 主要是没有水 水对雁荡山是相当重要的 没有水 这个雁荡山 就掉了三分之二 对吧 呵 大龙球 鸡蛋 那 它现在这个就这么一点水 我就觉得它还收50块门票啊 就有点良心大大的坏了 是吧 你打个折 一半25 还行 哎 啥玩意儿 也不能说是山玩意儿 还有一些古迹在里面 熬虎下山了 搞点木雕 是个意思吧 这就是零风景区 我是不准备去了 确实有点失望 做点歇会儿吧 看没什么风景 说实话哈 这个景区如果是不花钱的话 它免能票可以进来 如果是花钱的话 绝对不建议进来 一点意思没有 连个2A都不如 这就是雁荡山绝之一啊 我确实有些绝望了 这是个大龙球水大的时候 最美的时候 也就这么调水 拍摄照照片的感觉还不错啊 哇 那是在表演吧 下面做的个人 确实挺惊险的 我觉得大龙球这个节目够得还不错啊 我觉得大龙球这个节目够得还不错啊 你如果风景不行的话 你就搞点这些惊险刺激的节目 让来的游客看一看 要不然看你那风景真的会骂娘的 不能靠着许侠客去张鸣 还是这样靠自己吧 应该是在训练 不是在表演 他俩在训练 也还算比较直吧 还能看见这个 他们这个训练表演呢 还挺好 回去了现在 金杯银杯啊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风景不行 特技不错 行了 这会儿不骂人了 哈哈哈 看到一个特技表演 算是满足了 当然这个石头也不错 说实话 大龙球周围的山色还真不错 真是不用进景区 在外面看就行 我想这种感受呢 不光是我一个人 来过的大部分人啊 都应该有这种感受 进门的时候 就听说是个抱儿风 当时就没看懂 他说的抱儿风是这个吗 看看 要我说就这个 其他的 大家看看 哪个像抱儿风啊 不去了 这一绝就把我绝望了 真的不想太绝望了 雁南山来这一个地方就行了 三山五月 算是打完口了 就可以了 其实雁南山挺适合自驾游的 看看 这景区外边的景色 都比景区 我感觉都好看多了 看看景区外边还是不错的 这片山色还可以 我们一起放这些 很 Integr的路 可以换个大人 打哪一个 那一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